其实这个baby他的认成周数是21周又5天 那我们大概算了一下 其实他在妈妈的肚子里只待了138天 而这个认成周数一般来说在22周以下 按照目前的优胜保健法 22周以下一般是不会特别进行急救的 但是这个宝宝一出生 等那一声哭声就告诉了我们 他想要活下去的这一个 这个坚定的生命的力量 所以说我们医疗团队就破例插管进行了急救 那一刚开始我们的想法是给予孩子机会 让孩子自己选择 我们从去年10月4号他出生的那天 一直照顾到今年的4月9号他顺利回家 虽然出院回家的时候他还是带着氧气 那合并有慢性的肺病及肺高压 但搭配药物的治疗 在今年5月底的时候 他已经顺利的完全脱离氧气了 所以目前他是跟竹岳的照顾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而这个重点是这个孩子 这样子的孩子我们都会担心说早产了 是不是会有一些并发症等等的 那很幸运的这个孩子目前是没有任何病发症的发生 那现在他矫正年龄已经接近5个月了 体重呢是6.3公斤 那发展的话也跟竹岳的发展是一样的里程碑这样子 那非常开心有这样子的结果 很正常的事情 成年龄已经接近5个月了 只有107公斤 开始 再次见到 再次见到 roast 好 小婶